在韓國之後好像自然而然就會很喜歡喝冰美食 有點理解為什麼森館會這麼愛喝了 今天是開學的第一天嘛 然後呢我們上個禮拜Orientation的時候 有做了韓文的分級測試 它的那個考試就是有很多頁 然後我在猜啦 它可能就是第一頁可能是 topic 1 然後可能第二三頁完就是二級三級 然後到最後面就全部都是 essay了 其實大概到第三頁第四頁 我已經開始有點不知道我自己在寫什麼了 每個字我好像都會唸 但是我完全不懂它的意思 今天早上就收到韓文分級測驗的結果 然後我被分到的是 Practical Korean 蠻開心的 這表示我去年學了一整年的韓文是有點效果的 我今天第一堂課是下午三點鐘 然後其實我從昨天晚上就很緊張了 畢竟已經離開校園生活一段時間了 在想要不要可能早一兩個小時先去 mentally prepare一下 我們現在呢要快速的收拾行李 因為我剛剛收到簡訊說我們訂的床墊終於到了 這樣就表示我們今天就可以順利的入住我們的新家了 順利 我這間Airbnb其實是book到明天早上要退房 但是我明天早上要去9點鐘的課 所以我想說啊算了 沒關係我就今天趕快把它搬一搬先好了 因為我們東西太多了 所以EAN剛剛先搬了第一批 然後我們等一下會再一起搬第二批東西過去 今天是我們正式的第一天開學 然後我今天呢 我看一下schedule 我今天只有一堂課 叫做Global Business Strategy 聽起來是不是很厲害 我不知道你會上什麼 那開學就代表是什麼 一個新的開始 除了我的人生有一個嶄新的開始 還有什麼是嶄新的呢 沒錯就是一年一度的新iPhone要推出了 今年是iPhone多少 16 你們知道在我就是高中的時候 拿iPhone8是多麼吵的一件事情嗎 沒想到現在就已經出到16了 OMG Castify呢身為這個手機配件行業裡面的領頭羊 那當然新的手機出來他們的配件啊 跟手機殼都已經準備好敘事待發 摩承擦掌了 首先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Promo Code Info Box裡面有一個我專屬的優惠link www.casetify.com 然後slash10cyndia 只要用那個連結點進去就可以有10%off AKA九折 這個是不是只有台灣人會這樣比九 他們有非常非常多不同功能跟畫色跟保護力 所以大家可以上去自己看一下適合自己的手機殼 這個是他們家最經典的impact強悍防摔手機殼 也是我自己個人的personal favorite 這款手機殼基本上結合了所有我喜歡的元素 包含了重量比較輕而且有MagSafe 並且有通過2.5米的跌落測試 然後他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花色顏色 基本款複雜款插畫款聯名款全部都有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樣平常就是窄窄的 也不太會那種上山下海出遠門的 但是呢又很容易跟我一樣手殘摔東西的話 請大家入這個 再來呢有一個是配合我們iPhone16全新推出的 就是這個新升級的ultra bounce極強防摔手機殼 你看他的那個樣子就已經感覺他是不是跟戰甲 就像什麼坦克車一樣的感覺 超級防摔 然後這個就很適合平常你如果很長時間或在戶外活動 譬如說你喜歡去登山啊或是往外跑啊 或是你很常摔東西但是又很想好好保護你手機的話 他通過了10米的跌落測試 而且還有這個內置鏡頭保護 所以他整體的防護力是比剛剛那個還要再up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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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且他旁邊這四個角都可以掛掉式的 來各位其實他們其他的手機殼已經新增了在音量跟充電的位置都可以掛掉式了 所以FYI 那另外呢上次我記得我跟大家分享過那個背帶對不對 其實我自己弄丟了一條 然後我又喜歡到再去重新買了一條那個皮的那個背帶 今天呢還想跟大家介紹這個多功能背帶 大家看到他的設計啊 其實就知道他這走的是一個功能性的路線 這樣就可以隨時把手機掛在身上解放你的雙手 那這邊還有額外的扣環可以扣任何你需要的東西 這個扣環呢假設你今天去旅行好 你可能臨時手上不想要拿東西 你把這個扣環穿過他上面這個洞洞 你就可以把這個扣環扣在你的包包或是行李箱上面 超方便 另外這個也是他們經典的鏡面手機殼 也是我自己私心也還蠻喜歡的 那時候看到這個Teddy Bear的print真的深得我心 這個平常啊可能我們出門需要補妝補口紅的話 他就可以直接當成鏡子 然後等於是一屋二用很方便 那他也有MagSafe啦然後即使是鏡面手機殼 他還是有通過1.5米的跌落測試 所以基本的防護跟日常使用我覺得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另外當然還有這種超級可愛的手機掛損 不只是手機也可以幫你的Outfit做一點小小的點綴 Caseify呢大家都知道他們有非常非常多 應該有過千種的印花跟設計 然後如果你想要客製化也完全沒有問題 如果大家想要換iPhone16的話 大家趕快看好看準自己想要的手機殼 畢竟我們新手機要好好的保護 如果暫時還沒有要換手機的話也沒關係 換一個手機殼也換一個心情 感覺可以是一個嶄新的開始就像我一樣 最後呢大家記得要用我的專屬優惠連結 www.casetify.com slash10cyndia才能夠你有9折的優惠喔 等一下吧我最後一批的東西 搬到我的新家之後就要去學校上課了 哎呀咬地感真 定型 All right All packed up 我們現在準備正式的move in到我們的家了 Ga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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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要去旅行和旅行 哇! 太辛苦了 喔! schedule 是什麼? 忘了 然後你就是 啊! 哈哈 哇開學第一天就有job fair了 大家的精神狀況還好嗎 我們剛剛在校園裡面看到好多的大學生 我只能說青春真好 看著他們我就覺得好青春喔 然後我們在校園裡面有兩樣的文章 這個文章已經變老了 然後按線上 然後按進去 呃...我們看看 Hello Hello You go... You go... Add and then QR code Message 我同樣 I added you and sent you message 對... 剛上完這個學期的第一堂課也是我今天唯一的一堂課 然後因為今天是第一堂嘛 所以其實就做了一些簡單的課程介紹 然後幫接下來這個學期的報告分組 然後就下課了 因為我剛搬家所以我家裡什麼就是必需品都沒有 所以我現在要去買一些生活的備品回家 終於要去逛這個我想要逛很久的一間店 叫做No Brand 我之前一直在Plan D的影片裡面看過 但都沒有實際去逛過 哇...大家這是我們初公開我們的新家 但是...還不會讓你們看全部的 畢竟我們走到要做什麼 Apartment tour 耶... 我跟你說他現在非常的...就是挫敗 因為...因為我們兩個韓文都很差嘛 然後我來之後才知道說原來韓國有...地址有分兩種不同的寫法 有時候我在地圖上面就是怎麼收都收不到 然後就會覺得很挫敗 然後像我們剛剛是想要去Muji嗎 我就說附近有什麼Muji 就這麼進去就沒有Muji 找不到 但是你進去Never Map Row看Street View的話 你可以看到那裡有一個Muji 還可以看到那裡的Muji有五層樓 大家我們倆現在是處在一個很...很挫敗的情況下面 所以才這樣子的OK 現在來打開我們的床 就是我們真金白銀買的 因為之前我在香港也是睡Muji 那我覺得很舒服 整個出來就是無腦重新在哪裡吃 哎呀 OK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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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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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TV TV 或監視 這個 怎麼樣? 你要什麼想說的? 謝謝 本來以為這一棟全部都是Muji 但結果他現在是關門的 8月12號關的 你還懷疑人家 我還懷疑人家 但沒關係啦 因為他隔壁有什麼呢? 有一整間店的網路 你的衣服 你們是真人 有東西 在現在看到人家 不光看 我的衣服 很紅 我的衣服 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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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ji 我在日本 我來過 我們有 夾居 沛洋好大 Hello everybody 現在是開學的第二天 才開學的第二天 我今天的第一堂課就取消了 所以我現在總是上我的第二堂課 這是好像叫什麼 Business Strategy吧 今天其實已經有比前幾天稍微再涼一點了 但是現在應該還是有快要30度吧 但至少不是那種出門就整個人都是大爆汗的那種 所以我覺得還算可以接受 我要再努力摸清楚我家附近的公車要怎麼搭 因為不管怎麼搭好像都會需要轉車 但是我在尋找一個轉車最方便的途徑 對 我們現在在幫這個學期的分組 現在在抽我們這個學期分組報告的 TOPIC 我抽了這個 Hey,大家 我們有一個玩法 這是我們來自小鮮 altered 我愛妳 我愛妳 在她的字幕上 她說是怎樣 她說是誰 我想她說愛妳 她說是誰 我愛妳 我愛妳 你又想好 我本來想說給你們一點神秘感 想說等我出那個Apartment Hunting的影片之後 再讓你們猜我選哪一間 But anyway 我剛剛要去Daiso大採購了一些生活用品 買了一個廚房用的垃圾 那個顏色應該還蠻搭的吧 好不好 買了一些清潔用品啊 垃圾袋啊之類的 我們買了一個 這個應該是做回收的 它有Plastic Paper跟Camp 放在裡面 這樣喝 對啊 來吧 來吧 這就好 是這就是這就是這樣 要有的 有的 是 就這就是這樣 在正中心裡有的 是 照片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 you're